韋航我們剛剛看到的是美國國會 今天的聽證會的片段 美國國會現在兩黨一致 抗中保台的聲浪越喊越大聲 沒錯 這個我們在談判 或是任何協商上 我們就要講球在誰的手上 所謂主動權 我今天做一個球給你殺球 我殺球你如何接我的殺球 這個是談判的技巧 但現在球很明顯的 真的握在美國的手上 他手上握得還真的就是你的氣球了 各種部件 各種可能性 美國就可以在這裡面講白臉 徹底的去做文章出來 講到這件事情本身 現在是由美國國會要求 美國政府來辦一個 這個我們一般叫專案報告 那美國就要聽證會 辦了一個這樣子的活動裡面 大鳴大放展現出來的態勢 不只是美中對抗格局 大家還把台灣拉出來講 如果說大家實際上都知道 其實這顆球飄到我們美國奔路 真的對我們傷害是很小的 可是我要大做文章 我要把這顆小小的球 牽托到2300萬人的台灣 後面的戲要引回這裡 也因為美國就是這樣牽托 所以我今天要稍微看了一下 中國自從氣球被打掉之後 到了今天為止 他對台海中線 以及西南空域的入侵行動 都大為萎縮 講白臉就是 sura 就是他也怕美國你又真的玩我什麼 我要是無人機真的過了中線 被你貓下來怎麼辦 你貓下來 悶悶聲貓下來 大家都看不到 我就在那邊打掉了 我東西又被你撿走了 那我後面要玩什麼呢 現在中國敢這樣大勒勒的這樣跑來 過宮古海峽 過海峽中線算定就是什麼 你不敢打 但是如果美國人開打了 美國人真的還打下來 他還悶著打你要怎麼辦 中國人打一下下來當然要做個秀 好 美國人現在打一顆球下來 也來做個秀 那中國現在就這樣 他這個秀要演到什麼時候 今天這個聽證會辦完之後 就不會有了嗎 還是聽證會之後 我加碼 我繼續 好 台灣 沒有辦法打得下來的話 我美國幫你打 我美國提供你什麼東西 我美國給你經驗 美國只要把這台機器裡面的部件 大概一個禮拜丟一個話題出來好了 他只要丟今天我們證實他是有傳輸的效能 他還可以傳一個月了 哇 不得了 就不只是美國這顆球接下來 如果美國不打下來要漂到歐洲去了 歐洲 北約的各國是不是都要被捲進來 好 所以現在美國在鋪的就是 他可大 可小 那接下來就是要看其他人的回應是什麼 比如說日本會不會很認真的面對 因為日本實際上這顆球最早去的地方 日本之前也觀測到有這些球嘛 也是民眾一開始以為是UFO 但後來就說原來是這種 疑似氣象氣球或是疑似健全氣球了 同樣台灣今天也有相關的新聞出來 就是中央氣象局在2021年9月27號 拍到了一張照片 空中乍看一下是台北的藍天 但實質上就出現一個小小的白點 氣象局長證明點說 這就是一個高空氣球 對 好 那台灣過去也有 那當然國防部在昨天還前天的答詢中 他的說法是說 我們有應處的規範 但是不會這麼快跟你公開 當然不要忘了 國民黨現在還有一個人質被綁在那邊 那國民黨在有人質被綁在那邊 而且有苦說不出的狀況下 他又能夠提出對應的說法嗎 國民黨現在內部也是分兩邊在吵嘛 他們也有初選再選 不管這是總統 也有立委的 那麼他們能不能提出一套 能夠說服百姓的說法 我只能奉勸他們了 不要小看這個部分的名氣 因為其實大家對這種事情 其實是很不爽的